大家好 我是憲 近期我開設了一個叫做 限時Vlog的頻道 用來與玩家們分享我日常生活 遇到的一些趣事 希望玩家們可以幫我多多訂閱支持一下喔 大家好 歡迎收看憲在玩什麼 我是憲 今天又向大家介紹的最後是 蟲樹火星 阿瑞斯探險隊 玩家在遊戲中將各自進行一間星際企業 你們一同參與了蟲樹火星的計畫 透過投入大量的資金以及資源 來推動各項改造方案 目標是成為此計畫中做出最大貢獻的企業 這是一款引擎構築的卡牌遊戲 這款遊戲為殖民火星的卡牌版 在大部分遊戲所出的卡牌版 在遊玩的感受上都會少了那麼一點感覺 但是此款遊戲卻不會 可能是因為它的原版遊戲 本身就是以卡牌為主體的關係吧 卡牌版在遊玩的細則 以及玩家的互動上有做出一些更動 我覺得這些改動是正向的 在以不失原版遊戲的經典度 做出不一樣的遊戲體驗 此款遊戲除了可供單人遊玩外 還另外增加了兩人合作的模式 供玩家做挑戰 遊戲人數1到4N 遊玩時間90分鐘左右 那麼事不宜遲 現在就來帶大家認識這款遊戲吧 說明書1份 快速指南 玩家的階段卡 每位玩家都會有一份 每一份都會包含5個階段 增0分數指示物 海洋板塊 遊戲圖本 階段指示物 項目卡 企業卡 用來記錄溫度 以及氧氣的透明方塊 玩家方塊 支援方塊 以及它的收納盒 玩家輔助卡 玩家面板 它是採用友善玩家的雙層設計 將遊戲圖本置於場中央 將接鑽指示物 與背面朝上的方式 依序放置在圖板旁 將海洋板塊 洗菌後 放置在圖板中央對應位置上 將透明方塊 放置在溫度 以及氧氣軌的起點 分別為-30度 以及0% 將森林分數指示物 放置在一旁 將支援方塊 放置在一旁備用 每位玩家 拿取一張玩家面板 一份玩家階段卡 13個玩家方塊 一張玩家幫助卡 每位玩家 將一個玩家方塊 放置在遊戲圖板上 改造度5的位置 將所有項目卡起均 並且作為排庫放置在一旁 由於卡片數量有點多 所以玩家可以把它分成數碟 讓每位玩家旁邊都有一碟也可以 發給每位玩家8張項目卡 如果是第一次遊玩的話 你可以從項目卡中挑出 右下角有星星符號的卡牌 總共會有16張 喜菌後 發給每位玩家4張 再將剩餘的牌 放置到氣牌堆裡 每位玩家 再從排庫堆裡 抽取4張牌 也就是說 每位玩家最終的8張牌裡面 會有4張是有白色星星符號的 將企業卡喜菌後 發給每位玩家2張 玩家可以邊看著自己所拿到的項目卡 來從這兩張企業卡中 選擇一張想要玩的留下來 不要的那張 棄回盒子中 當然如果是第一次遊玩的話 玩家一樣是可以從企業卡中 挑出右下角有黑色星星符號的 喜菌後 直接發給每位玩家1張 在進階規程中 玩家在選定最終想使用的企業卡之前 你可以將你這8張項目卡棄掉數張 再來從項目卡排隊中 補足8張手牌 如果玩家還想要在這場遊戲裡 玩得再更策略一點的話 是可以採用 原版遊戲裡的變體規則 採用輪抽的方式 決定你最終的項目卡 至於輪抽的方式呢 就是說 我在我這一疊項目卡之中 先選擇一張我想要的 把它留下來之後 再將剩下的牌傳遞給下一家 那你就會從上一家這邊 再拿取到新的一疊項目卡 那一樣是選取一張自己想要的 留下來之後再傳給下一家 以此類推 直到所有玩家都挑選完最終的8張手牌 再來決定最後要留下哪一張企業卡 選定完企業卡之後 就要將自己的企業卡攤開來 讓所有玩家都能看到 接著每位玩家 將自己的玩家方塊 放置在每個資源條的零分起點位置上 接著玩家就拿取 所選企業卡上方的資源 拿取的方式 就是將資源方塊 放置在資源所對應的儲存格中 那資源要如何拿取呢 資源方塊總共分為金銀銅 那金色的代表是十點資源 銀色的代表是五點資源 銅色的代表是一點資源 所以以這為例的話 48那我就是拿取四個金色資源 一個銀色資源 以及三個銅色資源 放置在我金錢的對應儲存格中 遊戲就可以開始進行了 我來大致講一下 遊戲版上方的內容 首先是圖板的中央是海洋板塊 溫度軌以及氧氣軌 在圖板的外圍為玩家的改造度 在圖板的右側則則是會顯示 在每一輪遊戲裡 會有哪一些階段會被執行 遊戲一共會進行數輪 在每一輪遊戲裡 玩家都是同時進行每個步驟與階段 在每一輪都分為三個步驟 分別為計劃、階段的結算以及結束 在計劃的步驟中 所有玩家同時從自己的階段卡中 選擇一張你所想要發動的階段打出來 當所有玩家都選定完想要出的階段後 就會一起公開所選擇的牌 在這邊需要特別注意的點是 同一位玩家不能連續兩輪都出一樣的階段卡 也就是說 在我這一輪打出的階段卡 會一直保留在你的檯面上 直到你打出下一張階段卡 才會將原本的這張收回來 將玩家所選到的階段翻至正面 在階段結算的部分 所有玩家會一起按照順序的執行 已被翻開的階段內容 會所有玩家一起執行完這個階段後 才會一起進入到下一個階段 遊戲階段一共分為五種 第一種是用來打綠色的生產類卡牌的發展 第二種是打出事件卡或者是技能卡的建設 第三種是行使各項技能的行動 第四種是用來產出各種資源的生產 最後是用來抽牌的研究 接著我就來一一向大家講解這些階段的內容 首先是發展階段 在發展階段的部分 所有玩家都可以打出一張綠色牌 那如果你是打出這張發展卡的人 你在這個階段 你可以減少3塊錢的費用 在項目卡的部分 他的上方會是他的項目名稱 那他的左上角 會是他所需要支付的金額或者是打出條件 那在左側的部分 會有這張項目卡提供給你的圖示內容 在卡片的下方 會有這張卡片的內容敘述 那有閃電符號是立即發動的 在綠色的生產類卡牌上 主要分為兩種 第一種是橘紅色區塊的 可以增加你在生產階段時 可以獲得的資源數量 以這為例就是我在生產階段 可以多獲得兩點植物 那我就在我的玩家圖管上的植物區前進兩格 接著另外一種的是灰色區塊的 灰色區塊是指說 當然如果我打出相對應符號的卡牌時 我可以少花費相對應的金錢 以這張為例的話 就是我可以增加兩點鋼鐵的數值 之後如果要打出有像這樣三角形符號的建築時 因為我有兩點鋼鐵數值 所以我可以減少4塊錢 在綠色卡牌還有一種就是 我所增加的資源數量 看的是你左側這邊的符號有幾個相對應的 我就可以增加多少的資源 那這個部分並不是只有結算你打出來的當下 在你之後新打出來的卡牌都可以納入計算 以這為例就是 我總共有一顆地球 那我就可以增加一點金錢的生產量 再來是建設 在這個階段 每位玩家都可以打出一張藍色或者是紅色的卡 那如果你是打出這張階段卡的玩家 你可以在額外摸取一張牌 或者是在額外打出一張藍色或者是紅色的卡 也就是說你在這個階段就可以打出兩張牌 或者是打一張抽一張 藍色卡牌是屬於技能卡 那技能卡總共有分為兩種類型 第一種是有紫色區域的 紫色區域只是你的被動技能 當然如果你有做出上方的動作時 你就可以獲得相對應的效果 你每做幾次 你就可以獲得幾次效果 並沒有次數上的限制 再來第二種是藍色區域的 藍色區域是指說 你必須要在行動階段的時候 你才可以執行上方的內容 在某些行動牌的上方 會有這種方形的特殊資源符號 如果有需要放置這些特殊資源 一樣是拿取資源方塊 直接放在卡牌的上方就可以了 再來紅色卡牌它是屬於事件卡 那這些事件卡都只能結算一次而已 結算完後 它的功能就只剩下提供左側的符號 以及在遊戲最後時給予玩家一些分數而已 行動階段 在行動階段的時候 每位玩家可以結算任意行動的效果 以及標準行動 那如果你是出這張牌的玩家 你可以再選擇一個行動 結算第二次 行動效果指的是說 你項目卡上方藍色的區域 那標準行動指的是說 你玩家圖版下方的內容 當你執行標準行動的時候 是沒有次數上的限制 在每一輪的遊戲中 你藍色區域內的技能效果 都只能執行一次 而在標準行動內 你則是可以執行數次 只要你支援夠的話 首先是支付20塊錢 你可以獲得一個森林板塊 並且推格氧氣 每個森林板塊 在遊戲的最後都會價值1分 當然如果你今天用任何一種方式 來改變了火星上方的數值 你都可以獲得一點改造度 不管是在氧氣上的 溫度上的還是海洋上的 接著是你可以花14塊錢 推一個溫度 一樣會獲得一點改造度 接著你可以花8點植物 換取一片森林板塊 並且推一個氧氣 花8點熱能 提升一個溫度 花15塊錢 翻一片海洋板塊 當你翻開了海洋板塊 下方會有獲得獎勵 那你就可以立即獲得上方的獎勵 當然如果今天玩家 要結束他的行動階段前 如果你這邊的熱能以及植物的資源 是足夠支付下方的標準行動時 你就必須強制執行下方的標準行動 直到你的資源不夠為止 生產階段 在生產階段 每位玩家都可以依照他 玩家版上的產能獲得相對應的資源 如果你是出這張牌的玩家 你就可以額外獲得4塊錢 玩家在這個階段 總共會獲得的資源有這4種 首先是金錢 金錢的部分 除了上方的產能外 你還要再加上你的改造度 就會是你最終可以獲得的錢 以這為例 我改造度是9 加上產能1 所以我總共會獲得10塊錢 接著我可以獲得兩張牌 13點熱能 2點植物 最後是研究階段 在這階段 每位玩家都可以抽取兩張牌 並且保留一張 如果你是打出這張牌的玩家 你就可以額外摸取三張牌 並且額外保留一張 也就是說你就可以抽五張牌 並且保留兩張 因為每個階段 都是所有玩家同時執行 所以當如果某一項數值 在某個階段的時候 登頂時 剩餘的所有玩家 依然可以繼續增加這項數值 來獲得改造度 但是只限於登頂的那一個階段而已 在過完這個階段後 就不能再利用各種方法 增加這項數值 來獲得改造度了 當如果今天是海洋板塊被翻完時 那剩下的所有玩家 如果在該階段 想要行駛翻開海洋板塊的內容時 那他所可以獲得的獎勵內容 就會是最後翻開的那一張海洋板塊 另外補充一點是 當如果你今天是想要拿森林板塊的時候 就算氧氣鬼已經登到最頂的時候 你依然可以拿取森林板塊來獲得分數 就只是不能因為增加了氧氣濃度而增加改造度而已 當所有玩家都執行完所翻開的階段後 就會進入到結束的步驟 結束步驟就是 首先所有玩家的手牌上限為10張 那如果超過的話 玩家必須選擇性的棄掉 那每棄掉一張牌可以獲得3塊錢 接著就將翻開的階段指示物 再重新翻回背面 就可以進行下一輪的遊戲了 遊戲一路進行到 在火星上的三項數值都達到最頂的時候 那該階段就會是遊戲的最後一個階段 所有玩家執行完他們想要做的內容時 就會進行到最後的計分 舉例來說 就是當火星上的三項數值是在建設階段 達到最頂的時候 那所有玩家都執行完第二階段後 就不會在執行後面的行動階段了 結算總分 玩家可以從三個地方獲得到分數 第一個是玩家的改造度 你改造度多少就可以獲得幾分 再來是森林板塊 沒有一塊可以獲得一分 那五個森林板塊 你就可以換成一個大片的 接著是項目卡 在項目卡的右側都會有各自對應的分數 將這三種分數相加起來 總分最高的玩家勝出 當如果遇到平手的時候 請先將你的手牌全部換成金錢 然後將剩餘的錢、任人和職務資源 相加起來數量最多的玩家獲得最終的勝利 我來快速複習一下遊戲的流程 首先所有玩家會一起決定每一輪遊戲中會執行的階段 決定完後就一起依序執行各階段的內容 階段1是打綠牌 階段2是打藍紅牌 階段3是行動 階段4是產資源 階段5是補充手牌 進行下一輪的遊戲前 卡牌只能保留10張 遊戲會一直持續進行到火星的溫度、氧氣、推到頂點 海洋板塊接翻到正面時結束 分數來源有三項 改造度、森林片、特定的項目卡 卡牌版的火星在玩家的負重上 改為階段的選擇 變得沒有那麼的針對 因此就沒有被隕石以及流星連發的問題 這點我覺得蠻不錯的 再來是少了需要在遊戲圖板上 進行拼放以及曲控的部分 這點能夠讓玩家更能夠專心在卡牌的引擎構築上 外加資源的內容又再更精簡一點 也因此讓整體的上手難度降低 遊玩時間也大幅的下降 因此如果有想要遊玩火星的玩家 我會推薦先從卡牌版入手 再來是卡牌版的卡牌美術較為統一 這點讓我看起來比較舒適 雙層的玩家圖板也是深得我心 因為此款遊戲真的非常的需要 雖然就算沒有雙層版 也還是會有周邊的廠商製作壓克力版來代替 但是能夠有內建附贈的 還是比較方便以及美觀就是了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結束啦 有喜歡我們拍的影片 記得按個喜歡並且訂閱一下 開啟小鈴鐺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